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的诗人 大家把书翻到我们的166页 来看一下这首王湾的《赐北顾山下》 那么王湾这个诗人呢,他的具体资料不是很明白 在历史上的记载呢,也不是很多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族年 但是至少知道他是在唐玄宗的初年 也就是开元盛世期间出来做官的 所以呢,他的诗歌也带着非常明显的这个圣唐诗歌的风格 那么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北方人 但是也多次呢,去出入南方 因此呢,写了一系列歌颂江南山水的这个作品 咱们今天选出来的这个《赐北顾山下》呢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那么可惜的是,王湾老师留下来的诗歌不多 只是散见于其他人的记载 所以今天我们真正在全唐诗里头 能够收集的也只有十首诗而已 还是从各处拼凑起来的 所以呢,也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这首《赐北顾山下》啊 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还被选进了咱们的语文课本 还出过高考题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赐北顾山下》这首诗 写得非常的雄浑大气 那么咱们具体来解释一下啊 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版本上的问题 首先呢,第一句这个《赐路青山下》 实际上也有别的版本啊 写成《赐路青山外》啊 但具体这个字呢 一个青山下,一个青山外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啊 个人觉得呢,可能青山下,青山外 那他只是说的这个侧重点不同 那所以用哪个无所谓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版本的区别啊 这个就是曾经在高考题里面还出过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就第三句 这个《朝平两岸阔》 那他在注解中间也说到了 有的版本呢,把这个阔字写成诗字 叫《朝平两岸诗》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要紧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来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呢,开篇前两句 诗人交代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的背景 叫做克路青山下 意思是我点名了 我是克路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出远门啊 出差的路上 那么青山下 这个青山又照应了我们诗歌题目中间的北顾山 因为诗人呢 是坐船顺着长江 从湖北一路到达了江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一直是在江面上走着 然后北顾山这座山呢 在今天的江苏省的镇江 在镇江市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沿江防御的一个要塞啊 当年新戏集也在这写了很多的作品 对吧 那么北顾山啊 三面临江 整个被江水环绕 所以呢 只要你坐船走长江 一定会经过北顾山下 那刻路青山下啊 实际上就说 我呢 就停泊在了这个北顾山的山脚 那青山外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土地啊 来作为内的话 首先呢 这个镇江市是在南边 然后北边靠着长江边 是这个北顾山 然后再北边就是长江啊 所以叫青山之外啊 是我的路 那我没有走土地上的路 我走的是水路 是这个意思 那么行舟绿水前啊 写的就更加的明白了 就是我坐船出差 然后呢 望见了北顾山 而且这个次啊 题目中的次 本意就是停靠住闸 这个意思 意思是呢 我今天晚上可能还要留宿 在这个北顾山下 那这个时候呢 他留宿完了之后 并没有写晚上的事情 从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海日生残业江春入旧年 实际上作者呢 是度过了一个从夜晚到白天日出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朝平两岸阔风筝一帆旋 它是历史上著名的写景的名句啊 第一句朝平两岸阔啊 它的气势很大 说这个江水啊 上涨啊 跟这个两边的岸边已经齐平了 然后呢 显得江面非常的宽阔 那还有一个版本呢 叫朝平两岸诗 意思就是朝水上涨和两岸齐平 漫过了两岸的堤坝 显得这个岸边都已经消失了啊 叫朝平两岸诗 都是写出江面上水势扩大的样子 那么风筝一帆旋呢 这个风筝实际说的就是顺风 然后因为顺风 所以我的船吃饱了风 那怎么样呢 就孤独的一张帆 那就悬在这个船头上 所以这个里头我们看到啊 风筝一帆旋 本来是一个非常小的点 但好就好在 非常的刚健有力 和上头这一句朝平两岸阔的大景色 能够互相应衬 所以古人呢 对这两句非常的赞赏 尤其是下一句 用极小的景色 和上一句极大的景色来相衬 反而体现出了诗人的这种积极乐观的 这种精神气质 然后接着后两句也是名句 那被当时的很多诗人喜欢的名句 叫做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那这两句典型的圣唐气概 给我们传达出了一种非常积极 昂扬向上的这种人生境界 而且已经不仅仅限于写景了 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生的格言 那么残夜的意思 意思就是夜已经到了尽头 马上就要到日出了 然后因为北顾山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长江的入海口了 而且诗人又是船头向东 一路向东走 在这个时候远远的望着在远方的海面上 升起一轮朝日 然后这个早晨的太阳呢 正在驱散天空中的黑暗 这叫海日生残夜 那非常的漂亮的景色 然后接着 诗人在旅行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冬末春初 所以呢 就来了下一句 叫江春入旧年 我在长江上感受到一股暖意 仿佛春风已经吹入了旧年 什么叫旧年呢 意思是这个诗的写作时间啊 应该是在新年之前 那也就是除夕以前 春节之前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 那就是已经感受到暖意 但是年还没有度到新年之中 因为古人觉得就是过了春节之后啊 就已经进入新年了啊 这个时候 当时他的春节的设置 应该就属于这种 在一年之尾到一年之头 冬天的末尾啊 春天的来临 对吧 这才叫春节 所以古代的人呢 唐代人的春节应该是 以立春为界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整个春天就应该属于万物复苏的 这样的一种景象啊 但现在呢 虽然还没有正式过年 但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蓬勃的春天的气息 已经忍耐不住啊 开始要散布在江面上了啊 这叫江春入旧年 所以这两句啊 一个写 这个夜已经过去了啊 清晨到来啊 这个日出的景象 一个写呢 马上即将迎来新年啊 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春意 对他里头的这种积极乐观 向上的这种生命力啊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的啊 气象非常的宏大 那么最后两句呢 诗人因为毕竟是离乡背景出了远门啊 想起了新年哎就开始思乡了 所以最后讲叫乡书何处达啊 我要写封家书怎么给我送去呢 这个最后一句叫归宴洛阳边啊 想象着远方啊 因为已经马上要春天了呀 大宴要向北飞了 这个时候就能够把我的家书一直捎带到洛阳城边 这叫归宴洛阳边 最后随着北回的大宴啊 去寄托我的思想之情 所以整首诗啊 结构非常的完整 中间的四句呢 又都是历史名句啊 所以这首次北顾山下 也就特地选进了语文课本来令我们学习 那么我们来赏息这首诗的时候 主要感受一下诗人在写景中啊 贯穿的那种刚健昂扬的这种气质啊 去体会一下啊 圣唐时期的风格就好了 除此之外呢 关于这个阔字和诗字哪个更好啊 这也是诗人在练字的时候可能自己斟酌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呢 今天啊 咱们这个节目之后给大家提出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 就是您觉得啊 朝平两岸阔 还是朝平两岸诗 哪个字用的更好一点呢 啊 大家呢 没有关系啊 就不用觉得说这个题很难 因为当年他在作为高考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简答题 换言之就是咱们文学欣赏呢 并没有这个一定正确的答案啊 只要咱们能够研制成理啊 传达清楚自己的感受 那就好了啊 叫朝平两岸阔 风正一番选 还是朝平两岸诗 风正一番选 哪个字更好 为什么 这就是咱们这一期留给大家的讨论话题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